他从小就是一个被誉为天才的孩子,长大之后,更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学有所成之后,他竟然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国籍,加入了美国,一时间,舆论将他推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直到后来,他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路走来,他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 本期的子牙童俱恰同学少年,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高华健,看看他都有着怎样的过往。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高华健出生在了四川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之中,经济条件可以称得上是捉襟见肘。 他的父母都是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很多期盼寄予在了孩子的身上。 他们从小就教育高华健要好好读书,只有知识才能够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只有知识才能够让他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们千辛万苦地攒下了一笔又一笔用于供孩子读书的钱财,事实也很快就证明,高华健并没有辜负父母的辛劳。 从读小学的时候开始,高华健就是名副其实的那种学霸,更是很多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天才。 这当然是得益于高华健自身,本就非常出色的学习天赋,还有聪明的大佬。 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高华健还付出了比普通孩子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学习这件事情上。 他的成绩,从小学到高中,永远都是班级乃至整个年段的第一名,小小年纪更是展现出了和别的同龄孩子不一样的性格状态。 他遇事沉着冷静,不急不躁,总能想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孩子谁会不喜欢呢? 通过在高考考场上出色的发挥,高华健最终被西安交通大学给录取了。 那一年,他仅仅只有15岁,因为成绩优异,所以他连续跳级,在别的孩子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高华健已经收拾好行李,来到了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学习环境中去了。 高华健在学术上之所以能有那么深的造诣,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的自律。 即便是上了大学,在那个毕业就能够有工作包分配的年代,高华健也一刻没有松懈过,他用最快的速度修完了自己的课程。 毕业之后,甚至还放弃了老一辈人所谓的铁饭丸,出于对于专业的热爱,高华健决定要出国深造。 而他的目的地正是世界顶尖名校,哈佛大学,因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有着多项科研成果,所以高华健也很顺利地就被哈佛大学给录取了。 作为一个喜欢搞科研的学神,来到这个学术殿堂,高华健如鱼得水,不仅学习到了世界最顶尖的技术,而且也完成了许多的科研项目。 2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个成就在当时的科学界,绝对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如此年少有为的学子,国家自然想要让他赶紧回国效力,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 然而,高华健接下来的选择,显然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作为一个顶尖人才,何止是我们中国人,想让他赶紧回来建设祖国,就连欧美各个国家都向高华健掏出了橄榄枝,思考再三之后,为了继续自己的科学实验,高华健选择放弃掉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就已经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当起了助理教授。 高华健的选择,自然有他的道理,毕竟他确实是个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正所谓科学无国界。 但是科学家在我们普通人眼里,可是有国籍的,许多国人在听闻高华健竟然不愿意回国之后,立刻对他开启了口诛笔伐,有人说他简直就是个叛徒,也有人说他这是熟点望足。 总之,舆论风波一轮接着一轮,可这也没有妨碍到高华健自己继续在美国搞他的科研。 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高华健已经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同时他还完成了三项伟大的科学成就。 他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全世界超过了六十多个国家,而且还打破了传统断裂力学理论,可谓是非常的了不起。 成名之后,其实高华健一直也都没有把养育了自己的祖国给遗忘掉。 在2009年的时候,他当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名誉教授,即便长期住在海外,但是每年他都会有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回到祖国进行学术上的交流。 每次回到国内,高华健都会尽自己所能,把相对应的一些经验、技术理念给传授给学子们。 他鼓励年轻人去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放开手脚去做、去闯。 根据数据统计,高华健在国内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场的学术演讲,还和国内不少学者一起发表了学术论文,总计也超过了一百篇。 其实在国外科研期间,高华健为我国培养的二十位博士生、博士后,这些学子全部都是在国外留学。 高华健就帮助他们学术研究,并一直教育他们学有所成后要报效祖国,因其影响,后来他们也会到祖国发展。 了解完这些之后,你还会觉得高华健他不爱国吗? 事实上,如今网友们对于高华健的行为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态度,有不少人觉得他是因为学术研究,不得已才更换了国籍,而且事实也证明,他也帮助祖国培养了人才,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 但是也有人觉得,高华健只是不想背负太多的骂名罢了,他如果真的爱国,就不会放弃中国国籍。 那么,你们对于高华健这个人,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